大家好,先祝大家元旦快乐,2013快乐,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还是得加把劲的去学习和工作,希望大家在这一年里面,祝愿都能心想事成,赚大钱,这点很重要。 然后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答疑课,因为前段时间,这个老王讲了课以后呢,然后呢,就数据结构这里嘛,然后有一些同学就会反馈一些问题上来嘛,包括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由来,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同学里面的十六金子那位同学啊, 然后呢,他在邮件里面,就是发给了我们这个一个问题,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觉得还是有必要来专门讲一讲啊,今天也就是特地来讲这个Python里面这些难缠的啊,运算服务符号们,然后呢,先讲之前啊,我们就得先讲一讲这个R进制,像我们平常使用的呢,是以实为单位的一个进制的技术方式啊, 也就是说是逢十进一,逢十进一呢,我们平常小学的时候就也会了啊,我们不断的以一个零啊,一个基础数我们加一加一,当他加到九的时候呢,我们再加一,他是满十了嘛,所以说他必须要增加一位,也就是变成了十了,他就不再是一位了,而是两位, 而后呢,当我们变成九十九的时候呢,我们再加一的时候呢,则,我们的九十九呢,则要进位,再进一位啊,变成一百 而R进制呢,他和十进制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不是逢十进一,而是逢R进一 我们现在仍然以一个啊,零的这个基础数来做一个区别啊,当零加一的时候呢,在R进制里面呢,仍然是一 然后呢,一加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满二了嘛,所以呢,他则要进一位了,则变成了十 然后,我们十,再进一位啊,再加一,就变成十一 而后呢,我们再加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啊,这个十一呢,他的个位数呢,变成了R了 则他呢,最后一个数只要进一,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十位数呢,原本是一,因为他的个位数进了一位 所以说,他呢,也变成了R了,所以呢,他也得再进一位,也就变成了一百 然后,一百,我们再加一,他则是一百零一 然后呢,我们再进一位的时候呢,他呢,就变成了一百一时了 这就是一个R进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运算方式啊 讲完运算方式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拍照里面这些难缠的符号了 这些难缠的符号呢,我们就逐一讲起吧 在我们开始讨论到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C题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嘛 这个符号呢,他称为位移符号啊 有左位移和右位移 这个东西,他是和我们最开始讲的R进制,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先接触到Python的一个方法 他的一个内置的方法,叫做bin啊,bin 然后呢,他呢,可以将我们常用的这个数字啊 因为像我们在拍照里面使用的都是默认的是十进制嘛 然后呢,他可以将这个十进制的数字呢,转换为二进制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复制一个变量 然后呢,他的二进制是什么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输出的是0b1 这个0b打头的呢,就是二进制的一个整数格式了 而且呢,你根本不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处理 就可以在Python里面直接使用 比如说,我们呢,直接将这个0b1复制给这个变量a 发现也是可以的 他的类型呢,也是整数 只不过呢,他不是十进制的一个整数 他是一个二进制的整数 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呢,要看这个十进制的整数 他的二进制码是多少呢 我们就看这个0b后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 这个十进制的整数呢 他的二进制的整数是1 然后我们再看看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2的二进制整数呢 他则是10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3呢,则是11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说这个结果呢 如果按照十进制啊 3456 他的二进制分别是这些 这个呢,就和我们开始推断的 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这个位移了 位移呢 也就是我们第一点的这个男产符号啊 男产符号有两个 这个箭头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左位移还是右位移 箭头向左的话 就是左位移 这个就是左位移了 箭头呢 向右 这就叫做右位移 大家看镜头的方向 就明白你到底使用的是哪一个位移的符号了啊 位移呢 他移的他并不是一个十进制的位 他移的呢 是二进制的位 所以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概念 比如说 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 三 三这个十进制的整数啊 向右边移一位 其实他真正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三 这个二进制的 他的二进制码 向右边移一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二进制码是十一 十一向右边移一位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就形象一点啊 用画图好了 大家肯定有过那种角漏的概念嘛 角漏的话呢 我们肯定要有个角漏机 这是个角漏机 然后呢 有漏嘛 这里呢 是一个漏 漏 然后呢 大家肯定知道啊 这个漏啊 他进入角漏机的时候呢 啊 他这个会一节一节的被切 没有 只剩下呢 啊 比如说 啊 这个右右边的这一块呢 啊 他就被这个角漏机给搅完了 那他只剩下呢 这个左边的这一块了 这个呢 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右移啊 比如说 我们这枕的一块漏呢 他就是一个 一啊 一 一就是 这枕的这一块漏 然后呢 他向右移的时候呢 他右移一位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中间呢 啊 又又移了一位 这一块漏呢 就没有了 啊 就只剩下了一个什么呢 只剩下了一 所以说 向右移一位 就被角漏机呢 割掉了一位 然后呢 就只剩下一了 啊 比如说 假设是我们的一个 啊 比如说 假设变成一一三 这个一一三呢 他向右移一位呢 他就把这个三呢 给割掉了 就只剩下一一了 这就是右移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就联系到这个实例了啊 实例里面呢 我们这个三 他的二进制码呢 是一一嘛 然后呢 我们右移一位 他给出了一个十进制的答案 是一 那他的一的二进制码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说右移的一位呢 一一变成了一 因为他的最右边的啊 那最后一位呢 就被角落机给割掉了 我们再可以举一个更多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三一 右移一位 变成十五了 我们看看他们的二进制码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那个三十一的二进制码有五个一 而十五的二进制码呢 有四个一 这就是一个右移 最右边的呢 被角落机给割掉了 接下来我们就再讲一讲 这个左移啊 左移呢 他和这个右移的方向呢 他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来举个例子 有一个二进制码 本来是十一 他要向左边移啊 就变成了 一一零了 如果他再移呢 就会变成 一一零零 如果他再移呢 就变成一一零零零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律了啊 他向左移一位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二进制码整体的啊 向左全部移一位 然后呢 你如果可以用十进制码的方式去理解呢 也就是说 左移一位的话 二进制呢 成了一个十 大家可以看得到 当然 最好是能系统的了解啊 这个概念啊 我这个也只是帮助大家来记忆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例子了 我们有一个数 左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他的二进制码 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呢 左一一位的时候呢 用零来补了他原来的位置 我们再左移呢 看一看 他变成十进制的一个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别了 一呢 左移一位 他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一零的二进制码 二呢 左移一位 就变成了一百的二进制码 也就是说 是整体的向左边移一位 而原来的那个位置呢 就用零来补全 代替 这就是一个左位移 这样讲可能有些枯燥啊 毕竟这个位移呢 是和二进制刮钩的 而且我们在普通的项目里面呢 也很少用到 不过呢 了解这些概念 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利无弊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位移的一个计算公式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用一啊 我们呢 将他进行左位移的一位 他会得到一个十进制码 一个二 然后呢 我们左移两位 他就变成了四了 然后呢 我们左移三位 大家可以变成八 我们再看看 二的左移三位是多少呢 哎 就变成了十六了 三的左移三位呢 就变成了24了 其实这个里面的规律 你们有时间可以找一找 我这边就直接给出结果了 其实呢 左位移的个数啊 比如说 X向左位移Y位 它的计算公式呢 等于X乘以2的Y次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面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说 像3的左位移三位是24 它呢 其实等于3乘以2的三次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再可以随便测试一下 先用这个公式算出结果 我们要现在要算4的 向左移三位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用这个计算公式的话 也就是2的三次方乘以个4 它等于342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342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 像这个应用呢 其实会在一些小窍门上面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益处啊 这个我在后面的应用里面 会讲到一个案例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第二个男男符号来了 暗卫于 暗卫于呢 它所判断的呢 是阿进志 它的每一位 是否都为1 如果都为1的话呢 那它返回的这一位呢 也就是1了 我们来直接给出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两个阿进志马 一个是1100 第二个呢 是1000 这两个呢 进行一个比较 一个安慰于的一个比较 会如何比较呢 首先 让他们向右对齐啊 向靠右边对齐 这个靠右对齐 是怎么解释呢 假设我们有一个110 和一个1000 那这个靠右对齐呢 这个110呢 就必须在前面补上一位 保证呢 他们的最后一位是对齐的 每一位啊 它的位是保证相同的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比较 我们继续往下比较啊 安慰于呢 它会逐一的去判断每一位 就是说这个安慰于的 这两个阿进志马啊 是否呢 它的这两个阿进志马的 每一位呢 都是为1 如果都为1呢 它就会返回一个1这一位 如果其中有一个呢 它不是为1呢 那它就会返回一个0 我们来比较一下 比如说 这个0110和1000 它的安慰于的结果呢 首先 它的第一位是0 第二位呢 虽然这个110 它的第二位结果是1嘛 但是呢 1000呢 它的第二位的结果呢 它是0 所以说 这里面也是0 而后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呢 也都是0 所以说 0110和1000的 它的安慰于的结果呢 也就是0000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Python里面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 我们 先判断两个十进志的一个 安慰于的结果啊 这个是0 为何是0呢 我们用这个 先找了它们的二进志码 10的二进志码呢 是1010 而20的二进志码呢 是10100 而后我们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向右对齐 不全的那一位呢 用0补齐啊 也就是这样子 补齐了以后呢 他们俩就对齐了嘛 那我们逐一的每一位 去进行一个 侦查啊 看看他们 有没有都是1 首先它的第一位 是0 第二位呢 也是0 第三位呢 也是0 第四位 第五位都是0 所以说 它的结果当然也就是 0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例子 四十和三四二 这两个整形的比较呢 是三四二 为何是三四二呢 我们先把它们的 二进志码找出来 四十的二进志码呢 是10100 三四二的二进志码呢 是1000000 好 它们俩的位数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直接做比较了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 它们在第一位呢 它们呢 都是1 所以呢 安慰于的这个结果的第一位 也是1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啊 1000000 也就是说呢 它的结果呢 的确是和这个三四二的二进志 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说它返回的当然也就是三四二了 第二个难缠的符号来了 安慰于这个符号 安慰于这个符号呢 我们就直接上这个例子了 安慰于它比较的是两个二进志码 我们先找出两个数字的二进志码吧 比如说三和四的二进志码 首先三的二进志码呢 是11 四的二进志码呢 是100 我们要做这个安慰于的这个运算呢 首先让它们呢 向右边对齐 你看这个1和100 它们向右边对齐呢 我们这个1就得往左边来一位 然后呢 这个0呢 补全的这一位呢 就用0来补全 而后呢 它们就对齐了 对齐以后呢 我们呢 就从低到高的每一位去比较 去看它的这两个数字啊 它的二进志码 是否它的每一位都同时为1呢 如果它们同时为1的话 那么在这个安慰于的结果里面 在这一位里面 也就是返回一个1了 首先我们看它的第一位 这个四的二进志码的第一位呢 它是0 所以说呢 它们并不是两个都是1的 所以它的结果也就是0了 然后呢 它的第二位 结果其实也是一样的 第三位呢 也是一样的 它们呢 都没有同时的保证 在它们的位上面 都是1的一个 所以呢 它们两个安慰于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0了 我们不信可以看一看 3和4 它的安慰于的结果呢 就是0 它返回了一个十进志的这个0的整形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计算 首先我们 用14和34来做比较 它呢 也是0 我们来看它们的二进志代码是多少 14的二进志码呢 是1110 而34的二进志码呢 是100000 首先我们依然是要将它们向右对齐 向右对齐呢 我们只要将这个少的那个呢 用0来补全 我们 加两个0 然后呢 它们则就向右对齐了 向右对齐以后呢 我们依然从低到高的位数上面去看它们的每一位是否都同时为1呢 我们可以一位一位的来补来比较啊 首先它们的最后一位一来是0 第二位呢 也是0 然后我们看下去的话会发现没有一位是同时都是具有1 这个属性的 所以说呢 它的最后的结果呢 也就是0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34和100的暗卫鱼的这个比较呢 这个结果它是34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100的二进志码是1100100 而342的二进志码我们开始已经计算过了 是15个0 我们先让右对齐 然后我们再来逐一做比较 它的最低的一位呢 是0 然后呢 第二位一来是0 在它的第六位呢 它们同时满足了1这个条件 所以它就变成了1000 而后我们来看它这个结果的二进志码是什么 我们 它的实进志码 我们可以直接用int来进行一个转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二进志码呢 暗卫鱼的二进志码的整形呢 反为的是34 这个和我们34 暗卫鱼100 反回的结果呢 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一个暗卫鱼的一个标识方式了 第三个蓝牌符号 暗卫货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暗卫鱼哈 暗卫鱼呢 是要保证 所有的 这个比较的里面呢 在它们的同一位上面哈 都是1 而这个暗卫货呢 只要保证有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一来拿34和100来做比较 34的二进志码呢 是这个 100的二进志码呢 是 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去比较呢 这边已经写好了 暗卫货呢 就是说 你这比较的这两个二进志码呀 里面呢 只要其中 同一位里面呢 只要有一个是1 那我就反回一个1了 就不需要你 同时是1 我们来看它暗卫货的结果 首先 第一 我们现在是从这个 左到右来比较了 左到右和右到左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左到右呢 可能还会更方便一点啊 然后呢 第一个 虽然这个32 它的二进志码呢 它的这一位补权的是0嘛 但是呢 因为这个100的二进志码呢 它的第一位是1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返回的结果里面呢 它的第一位呢 就是1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们逐一的把它这个结果拿出来 好 这个安卫货的这个返回的二进志码呢 是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是 十进志的结果是多少呢 硬的可以直接转啊 只要前面加个0b 然后把你的二进志的这个码放进去 然后用硬的转 它就可以直接叫你转为十进志码了 这是100 我们来看看 它的安卫货是不是100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100了 然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个 我们来看看 145和300 它是结果是什么呢 是445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用安卫货的这个原理来看一看啊 我们先把它们全部找到 我们还是先向右对齐 然后我们逐一位的比较啊 每一位都要给它进行一个比较 看看这每一位里面呢 这两个数字啊 这两个二进志码 是否其中有一个为1 那我们呢就给它补全一个1啊 结果里面就是个1了 好 这个是它的返回的结果 我们来将它转换为10进志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的确是445 这也就是安卫货 后面呢 还有两个难缠符号 我相信这个大家啊 就已经听了这些前面的三个难缠符号了 都肯定就是头都肯定晕了吧 所以呢 后面这两个难缠符号呢 从概念上面来说 只是有少许的不同 而从它的计算方式 它的逻辑 其实呢都和我之前讲的这三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 大家掌握了方法 然后呢 希望也能好好的理解 后面这两个难缠符号 这两个难缠符号呢 会作为我们的习题 让大家去解答的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些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 什么位移啊 左位移右位移 安卫于 安卫货 这些东西的话 在我们的实际的操作中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益处 我们就来讲一讲 首先啊 先讲讲这个基偶的判定了 我们一般在拍赏里面 或者说在普通的我们的逻辑里面 什么数是基数 什么是偶数 主要是要看它是否有余 对不对 被二除它有余为一的话 它就肯定是基数 如果我们在拍赏里面 在程序里面去判断呢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五是否是一个基数 那么肯定要去除二 用这个百分号就是得到它的余数 然后它的余数是一呢 那它肯定就是一个基数 而一个偶数呢 它除二的余数呢 肯定它是得零的 因为它没有余数嘛 然后呢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除得余数 而用这个安慰余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概念呢 可以更快更方便的来解决这个基偶的判定了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五是否是基数 或者是偶数 我们用这个安慰余的方法啊 来看一看 拿五和一来做这个安慰余的一个比较 假设呢 它反过的是一呢 它就是一个基数 然后我们再来拿四和一 做一个安慰余的比较 它的结果呢 则是零 则说明它是一个偶数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根据这个安慰余的原理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 四 四的二斤芝麻是 一零零 而一的二斤芝麻呢 则是一 我们要对这两个数作安慰余的比较 我们则需要先将它们得到一个二斤芝麻 得到这个二斤芝麻以后呢 首先将它们向右对齐 不足之处呢 用零来补齐 然后我们再进行逐一的位上的一个判断啊 安慰余的判断呢 是要保证你这些比较的数啊 比较的数在每一位上面都要有1 它才会给你在结果里面这个位上面呢 给你一个1 否则就是零了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啊 那这里面的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则它返回来的这个二斤芝呢 则是一个全部为零的一个二斤芝麻 而全部为零的二斤芝麻呢 其实呢 它的十斤芝呢 也是零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五的二斤芝麻 它呢 是101 而1的二斤芝麻呢 是001啊 是1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返回的一个安慰余的结果呢 则是001了 001的二斤芝麻啊 转换成十斤芝的是多少呢 则是1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说我不管是拿什么数字啊 不管是这个五啊四啊 这些数字做比较 其实最终啊 比较和1去做比较的时候呢 只是比较它的末尾 因为这个1的二斤芝麻的话 它只有1 对不对 而后呢 所以说 所有的数字 其实呢 只要看它的二斤芝麻的最后一个数 是0还是1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到底是偶数还是基数了 所以说 我们的 这个安慰余的比较啊 来判断它的基偶呢 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了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取了一个只有一位数的 是吧 它的二斤芝麻只有一位数 这个1 然后呢 来和这些其他的数字做比较 来判断出来 到底是不是基数 是不是偶数 这个方法呢 很明显是会比这个除要来的快的 因为除它毕竟是一个数字 四则运算吧 对不对 而这个安慰余呢 只是来看一看你这个比较的数字 这个所以说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我们经常会去写些文件 这些文件有大有小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计算这个文件的大小的容量 它是多少兆 至少K 在这里呢 位移就起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作用了 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些文件大小啊 都是字节 这个4096啊 11866啊 就是它的一个文件大小了 我们真的要去实际的去计算 它到底有多少K 多少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右位移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 计算这个11866字节 它到底有多少K呢 我们呢 向右移十位 它是有11K的 我们看看结果是不是这样 这边呢 Rlogo 它的约是11K的 而后呢 如果我们要计算这个 有多少兆 我们呢 再移十位 它现在是有零兆的 它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左位移啊 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左位移的计算公式 比如说我们R 向左边移两位 它则是8 3呢 向左边移两位 这是12 它的计算公式其实是等于 3 乘以 R的三次 R的二次方 然后呢 而这个右位移呢 它刚好它就不是乘了 它就是除 所以呢 我们这个11866 向右边移十位呢 它其实等于11866 除 R的十次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为什么是R的十次方呢 R的十次方是多少 是1024 这样呢 其实就不需要再去做除法了 我们直接根据这个规则 然后就可以得到它到底有多少K 多少兆了 讲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总结一下了 其实 其实安慰比较 二进制之间的比较呢 在这个普通的编程里面是用的很少的 但是呢 在逻辑判断里面 这些符号 有些时候可以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安慰鱼 安慰祸 还有安慰抑祸 这些呢 都可以帮助你的程序的逻辑呢 更为的清晰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推算啊 比如说我们来用Q和Force 来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安慰 看看他们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先来看看安慰鱼 我们把Q和Force的不同的一个比较来看一看 大家如果这样子还不够清晰的话呢 我们来根据他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看 把它给返还 返还成一个文本 一个中文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真和假 真假 返回的是假 真真返回的是真 假真返回的是假 假假 返回的是假 大家看到这四个罗列的一个可能性里面呢 只有是当他全部为真的时候 返回的结果才可能是真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再换成三个 而不是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计划 无论你是有多少个做一个安慰鱼的比较 他都必须要保证这里面所有的条件 他返回的是一个真 他呢 才能保证这期间的结果才是真的 我们偶尔的呢 会遇到一些判断啊 可能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条件的一个假设 假如 小明他同时是男孩 而且呢 他呢 已经18岁了 这个时候呢 接下来才会输出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断语句里面呢 这两个都必须为真 就是一丝boy和一丝18岁啊 这个呢 他都是一个真的条件 下面才会继续运行 所以说呢 这个安慰鱼 有些时候在控制这个流程语句里面 也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包括接下来的这个 安慰或 安慰意或 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家呢 可以去把 利用true和force 来把这两个 安慰或与安慰意或 他们的返回的结果 来做一些总结 以方便自己以后 在程序使用的时候 可以灵活的运用这些 难缠的符号们啊 最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道题啊 这道题呢 这两个列表推导 是我们群里面的两个同学 在解决上一周的一道西题的时候 抛出来的 里面大量的用到了 喂鱼 安慰鱼 所以呢 有一些同学他就不太明白 然后发邮件 问我 所以我就今天专门开一堂课 来讲这个 今天 这道题呢 这个列表推导呢 也会作为这个西题啊 希望大家呢 能去阐述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道题可以用这种解法 比如说啊 这个 安慰鱼和这个左位移 它结合起来用的话 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得利用好阿尔进制 以及这些位移的基本概念了 这里面呢 我已经解释了一部分 其中还有一部分的 就需要大家 真的是用去用笔啊 然后要去慢慢的推导了 推导出来 有了结果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的吸收 也非常感谢两位同学 能有这么热烈的一个交流氛围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 都能在群里面多多交流 这样的话才能暴露出问题 好 这一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